最高级的风水 这又是谁写的 老师,我写的 风水好不好 这个要怎么去判断呢 好吧,今天就给大家上节风水课 听完之后 相信你们都会懂风水 如果你掌握了最高级的风水方法 那你这辈子做事都会很顺 什么是风水呢 有型的风水分三个层级 一流风水看北斗 二流风水看水口 三流的风水背着罗盘满山走 这是有型的风水 还有一种叫无型的风水 就是我们人心中自身的风水 也叫心灵的风水 给大家讲个故事 说有一位有钱人买了块地 盖好了别墅 这后院种了很多棵百年的荔枝树 他当初买这块地的时候 就是相种了这些荔枝树 因为他的老婆特别喜欢吃荔枝 在装修期间朋友都劝他 你找个风水先生看看吧 以免犯冲 原本不怎么信风水的有钱人 这次居然表示同意 于是他专程去香港请了一位风水师 这位风水师 从事这一行有40多年 听说在国内有很大的名气 好不容易才请到 说这二人在火车站吃过午饭后 这有钱人开着车 带着这位风水师 就前往了自己的住宅 这一路上 每当后面有车 要超越自己车的时候 这有钱人都是避让 风水师笑道 先生 你这车开的是真稳当呀 有钱人哈哈一笑说 这要超车的多半都是有急事 可不能耽误了人家 不一会车就开到了镇上 街道呢也变得更窄了 有钱人放慢了车树 突然一名小男孩 嬉笑着从巷子里面冲了出来 有钱人脚踩刹车 慢慢的给避开了 小男孩嬉笑着跑过去以后 有钱人并没有脚踩油门继续前进 而是盯着巷子口 好像在等着什么 这风水师说 先生 你怎么突然不走了 就在此时 你猜怎么着 又有一名小孩冲了出来 紧追着前面的那个小男孩 疯跑 风水师这才知道 有钱人为什么不走了 很惊讶地问他 你怎么就知道 这后面还有小孩呢 有钱人微微一笑说 师父 林响啊 现在的小孩 都是追追打打 嘻嘻闹闹 光是他一个人 怎么会笑得这么开心呢 风水师竖起了大拇指夸站道 你可真是个有心人啊 车子继续前进 就来到了自家的别墅 拿着钥匙下车 准备去开门 突然 这后院飞起了七八只鸟 见到这种情况 有钱人就停在了门口 抱歉地跟风水师说 师父 麻烦您再等等 我们先不进去 风水师就不解地问 我们都已经到门口了 为什么不进去呢 有钱人就解释说 我们家的后院呢 种了很多果树 周围有一些孩子 吃不饱饭 就爬到果树上 去摘果子 偷果子吃 如果我们突然出现了 孩子受到了惊吓 摔下来就不好了 先让他们摘一会儿吧 我们先在外面看一看 等他们摘完了 我们再进去 说完这个话 风水师沉没了片刻 说 你送我回车站吧 你们家的风水 我不用再看了 这回 有钱人不解了 他说 为什么不看了 风水师说 只要有名在的地方 那都是风水宝地 百般算计 不如积德行善 处处刁难 不如与人结缘 其实 人的行为就是风水 没有格局 自私自利的人 他再怎么努力 勤奋奔波 也许只是徒劳 一个人 能否成大事 与他的才华和能力 或许无关 但跟一个人 做事的眼界和格局 肯定有关 因为自己的人品 才是这一切的根源 其实这个故事 告诉我们一个道理 最高级的风水 就是我们心中的善念 但行好事 莫问前程 一个人的优秀品格 便是这世间 最高级的风水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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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